公子,需要继续查找这对夫妻的下落吗? 贵大毕竟照顾了薛瑞这么多年 看到他此刻的反应,便猜到这刘彦夫妇就是薛瑞的亲生父母 薛瑞脸上似痛非痛的神色,让他不禁回忆起三年前 那个时候薛瑞差点做了驸马爷,然后石公主死了 薛瑞好险避过了一场大祸 事后有一天,薛瑞醉醺醺醺的将他叫到跟前 问他知不知道他的亲生父母是什么人 贵大当时是震惊的,因为他从来就没有想过 薛造临死前都放心不下,要他发毒誓 保护他长大成人的儿子,会不是他亲生的 他以为薛瑞是从哪听信了谣言 但结果证明,这不是个玩笑,薛瑞一声不响地走了 第一个发现薛瑞离家出走的就是贵大 他也是第一个时间向薛灵男禀报了此事 然后请求离京去追赶薛瑞 贵大至今都记得薛老太爷当时冷漠的脸色和问他的那一句话 你知道他为何会离家出走吗 贵大那会儿已经不年轻了,没有傻到告诉老太爷 大公子是因为受不了身世真相打击 大概去找他的亲生父母去了 他只能扶头默默地在他面前,哭着道 小人不知 然后老太爷就让他走了 尽管他最后没能把薛瑞追回来 让他在外头流浪了两年 贵大抽回了思绪,听到了薛瑞略显疲惫的声音 不必,贵叔,你去休息吧 有什么话回头再说 贵大想说为何不找了 好不容易才有了头绪就这么放弃了 可是他一触到薛瑞空荡荡的眼神 便把话吞了下去,轻手轻脚地离开了 他的确是累了 这把骨头不比年轻的时候 连夜的跑马赶路硬是把一个月的路程缩短成了半个月 他现在只想倒头大睡一场 什么都不管 贵大走了,留下了薛瑞一个人 四周的寂静让他轻易地陷入了沉思 知道了亲生父母是谁 现在摆在薛瑞面前的疑问只剩下一个 养父究竟是怎么死的 当日薛灵男怒急攻心 一句话道破了他的身世 同时也泄露了另一件事实 薛父是因他而死 薛造是在薛瑞六岁时候出的事 薛瑞那会儿刚开始济世 不大清楚前因后果 但听贵大的讲述 薛父有一天独自出了门 回来就突发急症 暴病而亡 薛瑞小小的年纪 就学着披麻戴笑 不明就里 直到他渐渐长大 才发现整件事情藏着诸多的疑点 比如 父亲一个人出门干什么去了 再比如 薛父一向身体见了 为何突然害病 祖父口口声声 说是父亲是因他而死 可是薛瑞根本就不记得 他小时候做过什么措施 害了父亲 那么 唯一的解释是 薛造出事之前 出的那一趟门 是为了他 三年前 薛瑞离开京城的前夜 闯进了薛灵男的书房 鼓足勇气问他 他的亲生父母是谁 他爹究竟是被谁害的 薛灵男 近乎残忍地告诉他 除非是老夫入土 不然 你要知道 谁是你的父母 就自己去查吧 至于你爹 我不是和你说过了吗 他是让你害死的 回忆定格在那张 对他深恶痛绝的脸孔上 薛瑞猛地闭上眼睛 身体微微地发抖 难以自意地 对自己 生起了一股 咽气来 他明知道祖父 有可能故意激怒他 但他仍然害怕 害怕某一天真相揭开 将是他无法面对的丑陋 静王妃的请帖 晌午送到了宝昌街 傍晚连同其他 五花八门的邀请函和拜帖 一起摆在了虞书的书桌上 虞书每天晚饭后 都会抽出一段空闲 来处理这些帖子 该回复的回复 该丢的丢 能不去的就不去 实在不行 就让下人背上一份礼 以他的名义送出去 也算结个人缘 不落人画饼 夏江敏这份情帖 写得很官方 不像是他的语气 字面上的意思是说 静王府院子里的菊花都开了 问虞书是否有雅兴 和他一起赏花 他准备好了好酒好菜 招待他 但是虞书还是看懂了 他字面底下的洒欢 王府好大 我好无聊 你快来陪陪我 说说话 虞书捏着薄薄的帖子 笑了 让云豆年末 当即回信给他 约定后天他 木休的时候 登门拜访 做完这些 夜色已深 他再补上两挂 就该到了上床睡觉的时辰 听到云豆提醒他的时间 虞书却不大想睡 他计划好的 今天要翻一翻 司徒秦兰抄回他的手扎 不能到太史书院去听课 看一看课堂笔记 同样受益 犹豫了一下 他还是决定 今日是今日闭 于是就拿上手扎上了床 坐在床头翻阅 谁知道这一看就入了迷 又爬起来到书房 翻找课本 一直熬到了后半夜才睡下 第二天就起晚了 赶到斯丁尖点毛 有相熟的同僚 一见到他便问 于大人 昨晚没休息好啊 到了昆林局 坐下来就是哈窃连连 门少安见他困得不行 便踢道 上午没什么要紧的事 大人不如到后头去躺躺 有事我在喊你 他办公的地方是个套间 西屋有床有备 专攻他午休 这是一局副官的优待 于书平常换洗的衣服柜子里 也所有那么几套 以备不时之需 那我去睡一会儿 过半个时辰你叫醒我 于书没有和他矫情 转身进了西间 关上了门 退下了外头 降洗的鼻挺的官服 穿着中医 躺床盖上被子 倒头就睡 然后不知睡了多久 隐约听到外间有人说话 他被饶醒 晕头晕脑地坐了起来 正在套衣服 就听到了扣门声 一下 一下 并不急促 仿佛怕他还在睡觉 把他惊醒了似的 怎么了 他问 文绍安一板一眼的声音 从门那边传了进来 禀大人 太成斯来人寻查了 多余的话一句没有 但余叔听出来不对劲 于是快速收拾整齐 又是冷水擦了一把脸 开门出去 大约是四时 人是上午 窗外的树影 邪照进来 余叔一眼就看到了 停在他那张宽大的 画木方桌前的水云 为什么说要停在 那是因为他坐在轮椅上 时隔两个月 水云的气色比余叔上次 在靖王府见到他时 要好的很多 起码不是脸色苍白 一阵风就能把他吹跑得娇弱 余叔留意到 他身上穿着略显宽大的官服 肩上一对绣花脯子 与他同样是幽蓝盛开的鸢尾 不同的是 他的花色是深沉的蓝色 而水云则是清浅的粉色 水云刚摘下了余叔 桌脚跟雕上的一串沉香木珠把玩 听到了门身响动 不慌不忙地转过了头 靠在椅背 上下打亮了一遍余叔 微微一笑 鲜声夺人 我是初来乍到 便想着四处看看 只因四天间中 唯独与你相熟就寻了过来 没想到来的不是时候 打扰到余大人休息 余叔看了看眼神不安的门绍安 绕到窗边坐下 一面打发 他去叫人倒茶 一面对水云 咧开了八颗牙齿 露出了标准的假象 啊 前两天就听说 泰城司来了一位 新任的少卿大人 与我一样年纪相仿 而且都是女子 我就纳闷了 京城里的女艺师当中 还有哪一号人物 是我不认识的 哎哟 闹了半天 原来是水云姑娘你呀 这就难怪了 哈哈哈哈 两个相互痛绝的人一见面 就先笑里藏刀地过了一招 水云暗示余叔大白天在官署睡觉 不务正夜 余叔就讽刺他 不是正经的一师出身 靠走后门进来的关系户 而今我也在四天间做官 余大人 不必姑娘来姑娘去的 有失体统 我与你品介相当 你唤我水少卿便是了 刚才还在说与余叔相熟 一转眼就摆起架子了 水云摆明了是来者不善 余叔也不是吃素的 他扫了一眼 水云捏着珠子的左手 看起来并无大碍 便相当直败地问道 水大人的伤势见好了 不知几时能下地行走啊 当初水云设计 他和他一起被宁王的人抓去 历经死劫 被人挑断了手经脚经 在景臣的吸星调理下 好险保住了一双手 渐渐地愈合 而腿脚却始终不见好转 这是他一块心病 被余叔当面提起 表现得一团和气 几乎是维持不住了 我的伤势就不劳你关心了 余叔冷笑 哼 哪个关心你 我恨不得你一辈子当个瘸子呢 他与景臣从生死莫逆 轮至今日的地步 景臣没有主见有一部分责任 但最让余叔恶心的 却是水云这个充当搅屎棍的角色 水云自认清楚景臣的命数 就将他视作了眼中钉 见面没几次 就对他心生杀意 妄想着他一死百了 景臣倒心不动 就威胁不到龙虎山上 那一帮牛逼的老道 算来算去却弄巧成拙 他千算万算 算不到差点被他害死自己 就是他们千方百计寻找的破命人 文绍安端着茶进来 发现气氛不如刚才的和谐 先给余叔续上杯子 迟出了一下 正要给水云勘茶 就听到余叔对他说 不必麻烦了 咱们这儿的茶水便宜 又不是山泉青路泡的 水大人身体弱 回头喝了 在哪头疼脑热的 就是本关的罪过了 文绍安抽了抽眉头 听话地将茶壶放到一旁 倒退到余叔的身口当柱子 水云平复了呼吸 暗暗地告诉自己 不要和这个小人置气 自己有的是反而置他 于是对着余叔柔柔地一笑道 我就是来和你打个招呼 等下有别的地方要去 就不多打扰你了 水大人自便 看他要走 余叔没打算起身相送 而是吩咐文绍安 替我送送少卿 他来往不便 别叫在咱们昆林局磕着了 余叔是逮着人痛脚 就可劲地踩上脊脚的那种 这下就连文绍安 不清楚他们之前过往 也看得出 余叔和这位新上任的 太成司少监 是敌非友了 水云的眼神沉下 将那串色泽上家的木珠 随手放在桌上 示意身后侍从 推他离开 到了门口 将一停顿 声音不大不小地 对身后跟来的 记者关道 记下 昆林局女狱余叔 当职之日 躲于室内打盹 属于 懈怠公物 余叔听得是清清楚楚 嘴巴一歪 差点对着水云的后脑勺 比起了中指 公报丝绸 好样的 等人走没了 文绍安才忧心忡忡地 对余叔说 这消极代工之过 联系三次 是要被罚奉的 大人 您正在考教期间 如此言论 对您不利啊 余叔拉着脸道 我知道 此天间本纪 你看得比我熟 打明儿个 你就给我盯着 别让我犯什么错 看样子 水云是打定主意 要继续恶心她下去 今天的事 绝不会是偶利 文绍安有些内疚 哎呀 都怪我多事 要不是我 不劝你去睡觉 也不会让人 逮着正着 和你没关系 你不清楚 我和这位新来的 泰成司少卿 过节大着呢 他存心找我的茬 哪差这一回 话说回来了 外头的人 是怎么当差的 他都闯到我屋子来了 连个通报的人都没有 文绍安正要和他说这个 我也奇怪 刚才他就这么直直的进来 守门的小力不见踪影 我趁着七茶的空 出去转了转 才发现 他们是嫌外头太阳大 躲到烧水房里偷懒去了 于叔皱了皱眉头 很快就想通了 他来昆林局两三个月了 大概因为他的名声够响亮 上头的景臣又管不着 这一院众人对他是马首是瞻 可日子长了 底下人不见他发脾气 难免就偷奸耍滑起来 大人 要怎么处置他们 于叔摸了摸下巴 不一会儿就有了闹点子 这样 等到中午休息的时候 陆红和徐青他们回来 你们去把那两个小力 带到橘子大门口 一个人敲他们二十棍子 慢慢地打 动静闹得越大越好 要是有人问起来 嗯 你就说 太承司新来了一位少卿大人 早上出来巡查 转到我这儿 发现有人偷懒 说是我致下不言 要我严惩 文绍安头一遍 没听明白 于叔也不嫌烦 点拨他 他不是新官上任三把火吗 别想只烧我这一把 总就那么大个四天间 好的坏的 大家人人有份 本来三思两局里 对水云这个走后门进来的小丫头 就有所不满 现在于叔这样一闹 让人都知道 水云不是干当摆设的 原先太承司走的那位郑少卿 就不是个多事的人 大家安逸久了 忽然来了这么个没事挑事的 人人都要自威起来 于叔品着他从望鸡楼打包的便宜花茶 神游天外 上学那会儿 学校里最讨人厌的不教班长 而是纪律委员和教导主任 于叔白天在四天间挨了一顿恶心 晚上回到家 便将早先打算的一件事给提上了日程 晚饭后 于叔回到上房 一进门 就对正坐在矮凳上练习征线活的安培馈子招了招手 葵子 你过来 咱们聊聊 这孩子实在是勤恳 于叔让心儿姐妹俩教他规矩 他见人家都会针线女红 不必谁说 就主动求学 这几天于叔不用他伺候时 就见他捧个笔锣 专心致志的穿针椅线了 主人 安培馈子听到了于叔的呼唤 赶紧放下手上的东西 跟上了于叔的步子 两个人进了礼间 他手脚麻利的添了一盏灯 把屋子照亮 于叔看他的眼睛微微红肿 料想他是熬了夜便问 昨天晚上几时睡下的 大户人家的主子卧房外头 都有职业的小丝丫鬟 他府上原本没这个规矩 但是从工人院买来了 心儿灵儿他们回来以后 就慢慢地捡了起来 昨天睡在他外头的不是魁子 可见他是熬夜 学了那些针线活迹了 安培魁子低着头 没敢说谎 大约饮食 那都快天亮了 于叔心道 白天打瞌睡了吗 没有 安培魁连忙摇头 睁大了眼睛看着于叔 紧张兮兮的道 奴婢白天没有偷懒睡觉 2 2 4 10 4 8